大家好我是桑普 很欢迎大家来到这个频道 讲第四节的这个 河南的水灾问题 这一节讲捐钱 要不要帮这帮河南人 我先将结论 告诉大家是不要 大家知道 香港人一直 台湾人都一直很有善心 譬如近的 你看到2011 10年前 这个311 东日本的大地震和海啸 有幅度的泄漏 那时候台湾人 和香港人都捐了很多的 钱和物资给日本人 日本人是敏感五耐 去到台湾现在有疫情 差不多到尾声 日本也捐了很多疫苗 AZ的疫苗给台湾 一批一批至少三四批的疫苗给台湾 我们相当感恩 你看这种就是互相互助的心情 来到京都南山 有个铁路的博物馆 你会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博物馆 去纪念这个 当时台湾很多捐助的地方 好在到大之前 一九九一年 华东水灾 香港人滔滔千里 染天地 痛色苍生不幸 根揭力皮 家不在家 生不可在生 然后拿着这首 这首这么好听的歌 将它抱成九一年 华东镇所的歌曲 在大时代头几集 这个是方知博的老爸 方俊生彈给 这首歌 这就是 当时我们的集体回忆 当时我印象中很多捐款 一旦彭人坐在荧光幕前面 在那全部在那接听大家电话 那时候六八九年六四之后 就觉得 嗯我们要区分中国人和中共政府 就觉得中共政府 去虐待中国人 中国人是好的 中国人是抗共的 但被共产党逃刀威吓 所以我们当时有很多人的想法 就是觉得 嗯我们要帮中国人 我们要在滔滔千里 华东水灾的时候 帮中国人 但是呢 要确保到 那些钱呢 尽量不要落入贪官手上 后来当然 大部分落入了 中国红十字会啊 这些人手上 最后都知道 都是党的 当时的香港人 是分不清楚的概念就是说 其实 中国人 就已经没有八九年 六四的时候 中国人那种血性了 当时很多的中国人 都已经向前看 既向看 既向看 既向金钱 去看了 他觉得 六四是搞错了 他们要跟回共产党 去享受更好的生活 他们等待 一个邓小平的言军出来 九二年南巡 等待你 可以南巡的话呢 扫除这些 李鹏这些阻碍着大家 要回复计划经济的人 我们要改革开放 谁不改革就要下台 哇 那些向前看 所以九一年当时的 时空背景就是说 当时香港很多人就觉得 李鹏 邓小平 邓李扬集团 在打压中国人 只是我们要帮中国人 因为受灾的中国人 我们可以痛恨中共政府 但不可以不理中国人的 但中国人真的变了 九二年之后往往往前看 之后 九七年之后 怎样看香港 由开始重视香港的人 输入他们的知识能力 一路去到呢 扔他的垃圾 细落他 跟着呢 找人去殖民他洗版 要我们发起一次又一次的光复行动 也都使到呢 很多香港人是备受资傲 调查统计显示 八九成以上的中国人 都是希望 镇压香港的雨伞运动 镇压香港的反送中运动 很多的河南人 很多的武汉人 都是说同一个说话 你说李文亮 那个死了的医生 都是一个蓝蝕 全中国八九成的人都是这样 中国人从此就跟这个政权同质同构 你可以找回那一成人出来的 或者那一成人 都是那些有口难言 不敢做事 躺平那些 最后你只找回百多个人出来 就是那些什么 刘晓波 赵延海 李和平 黄泉璋 秦永敏 说一百个人就说完了 说完 丁子龙 说完 绿色 二百个人说完 我们就会看到中国就是这样的情况 你说你不要这么极端 没有这样的事 很多中国人都好 这么想都好 我去到中国很多次了 说这番话的人 有没有接触过真正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跨年龄 由年轻的 越年轻越红 由年轻到年老都是这样 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你觉得民族有希望就是 你觉得丁下有希望一样 你觉得丁益下有希望一样 你觉得丁巧下有希望一样 你会继续觉得有希望的 是吧 我不阻止你这种幻梦 但你不要因为你的幻梦 作出一个决定的时候 我说你错 你说你对 然后我做一个决定 你觉得是我错 因为你的前提完全是错了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情况 香港人不会再捐的了 零八年 民村地震 败了我们的钱 以为捐给山区学校 怎知道呢 全部吞了 红十字会的钱 完全章目不分明 很清楚 再说多都没用 我们是痛惜很多人死亡 这个站在人道的立场是对的 上帝不会放弃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都被他死前 去真正悔过和负罪的机会 去明白自己的原罪是行上帝的道路 去说真话 行公义好联敏 传协的心 每个人死前 在他避棄之前的一刻 都有机会去这样做 当然 不会最后 你做一世坏事 最后你相信主 这时会学得 当然不会 你会总清算 OK 关键的地方是什么呢 关键的地方这班人不是行上帝的道路 你说我讲这个基督宗教 可不可以没有宗教来看一件事 我试些用意入口的方法跟你讲 你不是行真善美性的道路 你是行明利财色 你是讲权力势力power 享乐 之后有女儿叫女儿 有鸡叫鸡 找三七六写 三七四写 然后呢 之后做好一件事 喜欢打哪个打哪个 整个丁蟹的一款 人人都是丁蟹的 中国人 个个都以为是外国在欺负他 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那么多年来 我真的看不到哪个例外 我可能有一成的人 的确是这样想 即是说共产党是修皮 但那些人是躺平的 你永远没有办法叫醒装睡的人 你永远没有办法叫醒丁蟹 那怎么办呢 所以说很悲哀 我们只有脱离 我们只有离开 现在台湾 台湾会不会有些华夏民族的劣僵性 有 但它已经有不同 你不可以说 都是有陈的 所以这个地方很厉害 和垃圾缸没有什么分别 当然不可以这么说 台湾是有问题 但不是说一个不可以遇合的问题 它是左的问题 也很严重 但它也有可爱的一面 但肯定有一点就是说 香港人明白了 我相信现今730万香港人 没有人除非那些亲共那些 那些愚蠢人 可能还有中银 那些发起那些 招商局 华润发起大家一起捐钱那些 肯定那些自己的那些老板 砸心口做假数 怎样都好搞定它 但一般我们这帮有血性的香港人 是一元都不会捐给你的 因为我知道 我捐给这些红十字会机构 是给你吃光的 碧荣神龙掠了 那你说不如这样吧 我们好像那些 什么会那样 什么计划 什么行动那样 入到地方捐给那些人 行不行 我们起码不信政府 都信那些人捐给他们 No 我不会做 十几二十年来 这帮中国人怎样对我们 我们反送中 他怎样对我们 立国安法的时候 他怎样对我们 对台湾的民工武学的时候 怎样对我们 对全世界搞一带一路 搞孔子学院的时候 他怎样对全世界的人 我一元钱都不会捐给你 我都呼吁大家 对他们一毛不捐 他们是很惨的 不要紧 共产党鬼死这么多钱 我就要共产党 勾钱给他 他不勾的 由他死 他不反抗 他不去抗拒这个暴政 由他死 没有第二条路 没有第二条路 是很惨的 你一定要在 大家都淺行这个路路上去做 基督徒 对于一个人 在路边 就是 躺在那里 你都要去帮助他 这个是对着一个 他不会咬你一口的人 但基督徒 从来没有一个责任 去喂奶 给自己身体大十倍的老虎狮子 没有的 你对这个残暴 对自己不仁 对自己有空险的东西 你没有必要去 伸一手喂东西 给他吃的 你说那些人不是老虎狮子 只是支持共产党 他是共反、重反、啦啦队 无形的一些 吹其手 我们绝对不可以宽容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会不会捐钱给男生围那帮人 你会不会捐钱给英龙围那帮人 你会不会捐钱给鸡地那帮人 你会不会捐钱给七二一百二人 你会不会捐钱给华记 会不会捐钱给华记正L样 你会不会捐钱给这个邓太呢 你会不会捐钱给何君尧呢 会不会捐钱给汤家华呢 汤家华就算今天撞车PK 一元都不会捐给他啦 做人要有常识 不要经常跟我讲博爱 你博爱欢乐传万家就传啦 我做人讲常识而已 做人就不可以呢 以后就说大爱 兼爱 墨子你乡得的啦 兼爱非公 那就被人杀咯 就这么简单 所以就说交人自有交事 墨子就是中国九流十交里面 左交之手 那你做左交就被人打咯 杀咯 然后你说左交很好 左交很喜欢墨子的 又提倡墨子 又是什么中国伟大思想 继续提倡咯 对不对 我觉得这些多什么愿 另一种左的极端就是 是法家 那个不是右 是左 他根本上是鸿灭人性 没有信仰 只有信仰的人 才有右的道路 我觉得很清楚 这个很清晰的分判 好 接着你说 台湾人最近怎样 我看见几单新闻 我看他笑了出来 王力宏 哎呀 台湾人要去币国 捐了一百四十三万人民币的善款 就给韩红爱心慈善基金 他说大家的孙都在 河南加油 我们为你打次 捐啦 汪小飞大S的老公 捐了一百万人民币 那不通了 王力宏是一百四十三万 怎样一四三呢 即是说 一四三 即是他说 是根据他的了解来说 就是 I love you 的意思 我爱你的意思 我不知道怎样 怎样计出来 总之他说这样说 你汪小飞 世人地四十三万的银马 cheap 你捐过多少 我捐零 我说零 我不是cheap cheap是你捐少少就叫cheap 我不捐就没有捐 不捐 摆明是鄙视那班人 你喜欢捐就继续捐 富士康一亿人民币 红海 下面的富士康 尼 Foxcon 你都要 郭台铭都要招呼一下 这个 中国大陆的市场 一亿去买负罪捐 明白的 完全明白的 就是说不捐 不捐就是硬道理 是吧 不会捐 日本有灾难捐 美国有灾难都会捐 欧洲有灾难 比如德国有灾难 看情况 台湾有灾难必捐 香港有灾难 如果不是政府的灾难 是人的灾难必捐 河南这些 人祸来的 你要为人祸埋单 有没有那么蠢的事 你为他埋单 鼓励他制造更多的人祸 因为他人祸变了没有成本 因为你帮他出了成本 做人不可以是恶不分 是非不明的 这一点是我最清楚的一种呼吁 当然在这件事上面 大家会知道 这班这样的河南人 包括中共政权 现在在想着什么呢 现在在想着就是说 洪水治好之后要检讨责任 检讨责任是什么原因呢 台风 台风也未够 是一定是外国势力 现在在说的 是台湾和美国那些所谓的特种的秘密的军事力量 去将那些水汽通过这个台风 擠入河南这个地方 你这么说话就行 你真是有趣 我第一次听 想象力很丰富 就是你可以屈得就是屈 屈得就是屈无可屈继续屈 假的都要继续屈 这个就是共产党 所以河南人你会觉得值得帮吗 他自己都不帮自己 自己都不独立 自己都不做任何一些正确的事 自己都不脱离共产党 自己都不去分裂颠覆 和这个勾结 我们没有勾结 你不分裂又不颠覆 那你自己觉得是中原 那你就有点别 我不是鼓励你这么做的 他说 你不喜欢做就不会把揍 所以我不会捐给你的 一点都不会捐给你的想 我不会鼓励你分裂的 我不会鼓励你颠覆 我这些鼓励没用 我对牛弹琴 所以我收回 我只是说拜拜 另外有一些左派的左胶 环保胶 就继续用这个地方做文章 就是气候变迁 你看看西欧 又是这样 有德国西部和比利时 一百五十人死亡 这么多人受灾 天降豪雨 接着看到 看一看 美国又是这样 西部有大的火灾 加拿大也有 接着看看 这个台湾最近有台风 还捏了台湾 接着说 河南这地方又发生这么大的水灾 气候变迁了 所以我们最重要 加强我们整个环保的产业 我告诉大家 这些东西 我上次分析过 这些东西是一个很恶毒的一种 踩着环保来搵食的东西 环保就是一个产业 如果你们认为 我们 用一支笔 来写东西 还不还保呢 不够还保 我们应该 每一次换笔心 不能买笔 我问你们 那些人 现在是否买笔心 去换原子笔 或者换水笔 不会 那你们不就不环保 被那些环保交捞 是否等于 你换完这些东西 变成一支支笔之后 全会换笔心 变成了 不会有那些水灾 这个因果关系在哪里 就是今天 你呢 就绝对不可以用 就是 胶羹瓷 木筷子 要带自己的筷子 带自己的瓷羹去 这样才还保 不是的 被人声讨 在那里大喇叭骂你 说你是这些变态的人 好了 是否你用多一支 木筷子 就导致了河南这种水灾呢 那因果关系在哪里 是由始终搞不清楚的嘛 Gohr 他讲的那些所谓的理论 那些环保的理论 都是全部挑约论证来的 他完全无办法将 气候极端化 和你今天的行为 有一个很精密的因果所念 讲清楚的 所有的东西都是一 假设后的prophecy after prophecy after prophecy after prophecy 然后变成了现在呢 你们公民课里面 通识读的那些左胶垃圾 可以这样说呢 他不明白到 这么多千年来 夜球本身就是一些极端化 和温和化的吹动 并不是那种 Ex potential 那种灭亡的情况 所以当时Greta 出来讲这些东西 我知道 还拿着什么奖 我知道 和平奖 我知道 这个世界做得很浇灰 这些人 试图用人的理性 去创造一大堆的hypothesis 之后成为了他之后 觉得世界要往前的方向 而他很多事情是犯薄的 而基本上 经不起时代的考验 我们要少点剝削资源 我们少点剝削环境 是一回事 如果当成是一种 不是道德 而是一种产业 一种法律责任 甚至没有用金融工具 即是carbon credit 的话 整个情况是变了调 我就是说到这样为止 希望大家明白 不要再帮这班人 我们只要他们 这样的情况 明白到 韭菜就是这样被割的 finish OK 我们会不会 练敏他们 作为人 我们会 但既然是他们 我的对手 我们不会绑他们 人要有悲闻之心 但问题是我们有好联敏之心 但联敏之后我们不会绑他们 因为我们做人自助 一个不自助 还要害我的人 还要咬我们的人 还要试我们的人 还要帮禽兽做啦啦队的人 不好意思 恕我 不爱 亦都难助 希望大家明白 下个大队 好 好 好